我的话其实再去转行 这个年纪再去转行 去做这个记者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表现表达一下 我这个职位我也是比较喜欢 当然像这边这位老师说的 这个私媒体账号的一些采访 编辑以及出镜的 这样的一个采访 这个也是 也是在我的这个考虑的范围之内 就是我的大概想的也是这样的 哇 现在的这些小朋友 我真的是服气了 为什么至于想做的工作的话 都不去查一查 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 然后就敢到舞台上来求职 你新媒体的能干吗 你写过新媒体的文案吗 就是会浏览一些账号 但是我自己 因为毕竟没有去做过这个岗位 所以说没有写过 新媒体的拍摄你参与过吗 就是有参与过 但是参与干什么 兼职类的什么 兼职也算 你干什么了在里头 你交代一下 你在里头干了什么 我的话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不是我现在一直从事的是机构的这个工作吗 在之前不是有疫情吗 然后我就因为没法待客 所以我就去了 妹妹 我干啥了 妹妹 你干啥了 来 你告诉我 就是你参与过 那我直接可以说没有好了 我觉得当时那个状态明显来看 就肯定他还是自己简历当中有问题 那这个里面我个人觉得就是他想呈现一个完美的自己 但实际上哪儿都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自己在现场就直接暴露了 你 你就时尚杂志类 你做过吗 你有在这种机构里头干过吗 实习也算 兼职也可以 做过吗 时尚杂志类的话是以前我就比较向往 但是全职的话没有去做过 但是您所说的这个兼职类的 那我去过 因为我的同学有很多学这个北福的 学这个美术的 他们是那个杂志社的一些这个编辑 那同时他有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叫我去帮个忙这样 你去帮忙干什么 就是当他的助理 当他的助理 讲锐我发现你回答问题你知道吗 太抽象了 我真的完全听不懂 我觉得我理解能力还行 我能说一下吗 就是你能把你的具体的 你做了什么事说一下 大卫老师一直在引导 你也要当助理 然后我参与了 可是你还是没说事 就是说我说的不够系统是吗 不是 助理的岗位你工作内容 比如说参与活动流程 然后接待客户 或者是整个现场布置 你内容是什么 助理是个名称 但是不是岗位内容 92年的29岁了 怎么还能是这样的理解力呢 我真的挺为他担心的 这个助理的工作内容的话 就可能会从一开始的流程到最后 一直相当于给他在做打杂这样的工作 比如说一些衣服的搭配 包括一些现场的一些打杂一类的活 可以说是这样的 我知道他做的是什么 编辑就是所有的策导 包含我们的出版 包含整个的搭配 但是最少的时间成熟的 最低五年起最好的十五年 他是需要学习的 你只有一个给搭配师做助理 是最符合你的工作 好 那刚才除了你提到的时尚杂志 这种编辑的岗位以外 其他的还有什么岗位你能做 就是我其实未来的职业规划面 就是比较宽的 我现在的话可能就想转一下 转一下行业 就是稍微稳定一些这样 大卫老师 我真的我有点忍不了了 我很质疑你过往到底有没有工作过 因为你看你这个表写的 几级联系人写了个家里 我觉得一个受过本科 全日制本科教育的人 不可能连一个面试表都填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你刚才写你过往的工作经历 你每一个工作单位都没有写具体的 请问你这些工作经历是真实的吗 你写一个上海外企办事处 请问各位企业家有这样的公司吗 然后演出公司什么都没有写 如果说对你的这个经历 去做背景调查的话 我都怀疑它的真实性 另外看你写的断层 16年的7月份到16年的10月份 宝贝 10月份之后到2017你干嘛了 17到19你没有写具体的月份 然后20年到21 你中间19到20你在干嘛 刚才大家已经很帮你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时间 如果说你啥都说不清楚 你真的是在浪费我们如此宝贵的时间 这个简历的话 其实之前是刚毕业的时候 是去了一家这样的外企 然后是做了助理的工作 叫什么名字 因为当时我签简历的时候 我也说了我忘记了这个名字 你在工作多久 几个月这样子 几个月的时间你不记那家公司名字了 你是换工作太多了吗 这个时间太长了 OK那你演出公司叫什么 演出的话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写名字 因为我不是监的全职的这个员工 而且我们这个演出都是项目制的 比如说这周有演出在哪个地点 他叫我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也是坚持性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所以我没有写名字 我今天的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忽略了这些细节 因为可能这一件是一个大型的电视求职节目 可能我的简历觉得不不详细 因为《非女莫守》的舞台的话 我们有几百个人在为我们的求职者的服务 排前幕后 而且的话还有上千位的求职者 在排队 所以我们站到舞台上的人 他不能够去了解这个节目是什么 他不能够去对企业家了解 不去对这种哪怕是一个报名表 都不能很厌承去填写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崩溃的 而且企业家在上面的话 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包容 我们的求职者 但是似乎我坐在这里我也在反思 因为这种包容真的是对的吗